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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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张老地图 这张地图是由五名旗和另外两个人共同绘制的 各个做地下工作同志把情况分头掌握以后 我们三个人毁动起来 又天庭团和我 我们两人在天庭团的家庭局势 毁制了一个敌人称防图 国民党敌军的称防图 解放战争初期 中共派出400多名地下工作者 分布在石家庄的各行各业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搜集了大量的情报 五名旗就是其中的一员 包括他们在外石沟的腹地堡 岸地堡都有标示 具体位置 尺寸都有 这个外石沟的周长是30公里 内石沟是15公里 还有这个核心公式 大石桥和这个正台发展委中心的 这个是外外公式飞机厂 在西北角上 为了避免敌人的发酵 晃昏的时候 我们开上车 就根据这个 我们掌握这个敌厅的情况 看了汽车 看了汽车上的 四季时那个椅标 那个椅标都多远 这个跌厅到哪个敌厅的跌厅多远 我们就看着 到了这个时候 这是多远 相聚多远 到了这个酒店相聚多远 这都包括了飞机厂 飞机厂 法典厂 汽油口 子弹口 石家庄 旧时称为石门 如今作为河北省省 已经是一座繁华的现代化城市 早已不是旧时的样子 在石家庄解放纪念碑上 均刻着亲自指挥石家庄战役的朱德 为庆祝胜利写下的一首诗 攻克石门 石门封锁太行山 勇士掀开 只顾间 静灭全师收重镇 独角狐马 反秦关 攻坚战术开心面 酒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备出 从姿不虑 并毛斑 这首诗歌声了不怕牺牲的我军官兵 以及解放石家庄这场战役 对我全军解放战争的重要的幸运和鼓舞 解放石家庄 朱德总司令亲自亲临现场指挥 同时提出了技术家影感 就是我们解放石门 当时叫石门 日本人把石家庄改成石门 石家庄战略地位重要 交通枢纽 那么在解放石家庄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付出了一定牺牲 朱德 紫玉街 四川遗隆人 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 1930年起 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作为红军的缔造者 作战经验丰富 他是红军之父 另外毛东说 朱德心形开阔 有如大海 所以朱德外表是憨厚的像一个伙父 当过滇军的旅长 就云南滇军的旅长 在南昌起义之前 他当时到德国留学 戈廷根大学 后来又到苏联学习 1947年10月25日 在禁察纪野战军前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 针对即将到来的石家庄战役 朱德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号召 并对工程和打员两个方面都做了周密部署 朱德总司令在解放石家庄战役当中 说我们要勇敢加技术 勇敢就是官兵的不化牺牲 技术是什么呢 就是爆破 通过爆破挖空道 掩护我们官兵的少牺牲 朱德跟随中央工委来到了西百坡 他对第一次攻打石家庄这样 如此坚固设防的大城市非常重视 他可以说是石家庄战役的组织者 策划者 而且是一个亲自的指导者 你比如说当时他经常清理前线 他到了前线以后呢 他会找那些指战员 我们那些干部 甚至于是俘虏兵坐在一起来交谈 来调查 来看我们这个城市攻坚站到底怎么打 当年国民党在石家庄设置了三道防线 每一道防线都有坚固的攻势 石家庄是没有城乡户卫的城市 但是已经被这个日军和国民党 经营成了一个碉堡林立 沟河纵横的坚固的涉坊城市 当年地下党工作者绘制的这个城防图 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极大重视 而好消息并不仅此一个 1947年10月22日 清风殿战役的最后一天 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 化妆成火夫 逃到了距离西南河村 武华里的唐河岸边时 被禁察纪野战军抓获 这张军事守备图 这张军事守备图与五名旗等三位地下党员绘制的石家庄城防图完全一致 攻打石家庄又多了一层胜算 就在清风殿战役结束的当天 中央军委批准了聂荣珍提出的成胜追击 攻打石家庄的建议 并由朱德亲自指导作战 他是随着中央工委先到西百坡的 他和刘少奇同志一块来 来了以后呢 中央委托他们要做几件大事嘛 其中一件大事 就是将禁察纪的军事问题解决好 石家庄 首将是刘英 国民党第三军三十二师师长 由于驻守在石家庄的罗立荣第三军主力 在清风殿地区被围艰 此时的石家庄城内 就只剩他率领的国民党第三军第三十二师 和一些杂牌部队 为了加强刘英的守成信心 蒋介石将保定绥靖公署 一个独立团和一个野炮营空运至石家庄 并命令国民党保北方向部队 其驻守在保定的新二军 南下救援石家庄 石家庄战役一触即发 虽然石家庄守军兵力不足 但由于城防兼顾异守难攻 想打下石家庄并非易事 一向自傲的蒋介石 亲自给石家庄守将刘英发出电文 电文中写道 共军若敢于进攻石家庄 凶当轻率陆空大军前去支援 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要轻负石家庄 对于朱德来说自然十分重视 对于这些没有攻克过大城市的共产党军队来说 这一仗他们真的能赢吗 石家庄是华北战略要地 虽武城墙 但经清华日军和国民党军不断修筑 以构成完备的环形防御体系 守城的国民党三十二师师长刘英表示 石家庄有铜墙铁壁一样的防御攻势 坐守三年没有问题 当然石家庄并不好打 石家庄的攻势 剩下的攻势 就是四道防线等于是 碉堡就有多少个 石家庄的碉堡大概有五六千 而且都是港湖水泥里多 竹德亲自出席了 禁察纪野战军作战会议 与野战军司令员杨德志 第一政治委员罗瑞清 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等 共同拟定了作战部署 即以第三第四纵队和禁忌进中军区各一部 组成工程集团 以第二纵队进中军区一部 配置于定线新乐间准备打员 令查哈尔军区独立第四旅 初期北平至保定铁路线 配合主力作战 同时禁察纪野战军将清风殿战役中俘虏的 近千名国民党军官兵 经教育后释放回石家庄 以瓦解守军的士气 深安兵法的解放军指挥员 十分清楚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的道理 于是秘密组织石家庄的中共地下党员 在城内散发国民党第三军 在清风殿被全奸的传单 台航成功为把这个消灭 打了省帐的这个好消息啊 引发了穿淡 引发了穿淡 派了这个纪要通信医院 送到我们地下汽车兵力党支部 要罚在室内散发穿淡 省力消息的穿淡 吴明齐接到任务后 和战友们趁着黄昏冒着危险 走上了已经戒严的石家庄街头 通过假设时 车门缝 底下班的缝 都送出去 开车都送出去 发下去 我们有以实力给这个 当时利用的这个 抵三军的这个 抵三使 第三使这个六英 六英十部门天 重要的部门 还有主要的街道 再把船单涮回 把这个省力消息的船单撒出去了 看到船单 石家庄守军知道了 罗立荣被全军的消息 士气更加低落了 1947年11月5日 净查纪业战军 对石家庄发起了进攻 老战士于西贤 就是参加70年前 攻打石家庄的野战军议员 是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23团 我们那时候是霸虑23团 是一英二英的助攻 这个各有一个图和口 各选一个图和口 所以我们二英就决定四连 四连是剑刀链 就是表示一连 于西贤所在的三纵队 负责主攻任务 当外势沟被突破后 他们接到命令 从西南方向攻击石家庄的内势沟 11月的8号晚上 我们全连就晚上 接着这个黑 延暗这个 没人背了一块门板 就小无声地接近这个内势沟 大概有多远呢 大概不到100米 反正就停下来赶紧瓦工石 一切准备就绪后 总工的信号弹升入空中 战士们拉响了 事先放在内势沟边上的 几百斤炸药 一声巨响过后 巨大的图块被炸起有二十几杖膏 刹时间便填满了内势沟 公固这个突破口 一直 打到这个太阳都落散了 一个多小时吧 是吧 后来这部队就顺着这个突破口 幼军呢 就不断地顺着突破口 我们英都是顺着突破口进来 作为卫生员 跟着部队一起冲锋的余熙贤 无论尖刀连冲到哪里 他都跟着冲到哪里 以便能够在第一时间抢救伤员 我当时已经入党了 我不但救伤员 喊这个也喊口号 我卫生员的口号是什么 就是情商不下火线 纵商不苦 为了打开石家庄西南方向的突破口 于西前所在的三纵队伤亡惨重 我们连难的那个时候 这三个派 有两个派长 一个牺牲 一个服伤伤 三派派长 而到阵地流了血了 听懂些 就那样 三个派长都死的死伤的伤 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连的阵地 失踪没找敌人多回去 所以我们连的 当时是残战的是 一百三十多个人 最后战斗力 战斗力也还剩二十多个人 内势沟突破后 于西贤跟随着部队进入了市区 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 1947年11月11日 部队打到了石家庄的核心攻势之一 大石桥 大石桥 大石沟 大石沟 史家庄战役 这是共产党部队第一次攻打国民党兼顾设防的大城市 既缺乏工程经验又意义重大 因此总司令朱德对这次战役极其重审 早在史家庄战役打响之前 朱德为了及时了解情况 不顾生命危险 坚持留在前线指挥作战 进查及野战军领导杨德志 罗瑞卿 杨成武等人 担心朱德的安全 劝他离开前线 朱德却说 你们不都在这里吗 未必飞机就找我朱德 对于朱德经常到前线指挥作战 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也放心不下 杨德志司令员就曾经回忆过 说当时毛泽东主席从陕北 他不是在陕北吗 在陕北指挥作战 这时候非常关心朱老总的安全 专门致电给刘少奇 就说在战争开始以后 不要再最前线了 要回到工委驻地洗白泊 接到刘少奇几点的杨德志却发现 朱德此时正在一个被国民党军炮轰过两轮的战场上 直到晚上七点 朱德才从前线战场往回返 说是往回走了 但是到了晚上十点 他还没有回到总部 这个时候没办法了 不得已 杨德志司令员又派了一个参谋 带着两个警备员 就沿着这个往前线战场走的这个道路去迎接 去找朱老总 去发现朱老总已经到了一个村庄里边 又和村民啊 民兵啊 在一块儿座谈 跟他们聊天 给他们做动员 就说怎么打好仗 怎么支援 这天晚上 直到十一点 朱德才回到总部驻地 朱德是大家公认的忠厚长者 但这次石家庄战役 他却表现出了少有的倔强 正是在朱德的亲自部署下 警察纪野战军攻克一个个难关 才终于达到了石家庄的核心攻势之一 大石桥 1902年 法国修建的正泰铁路通过了石家庄 当时经常发生火车碾压牲畜和人的事件 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 铁路工人自发捐款了一天的工资 修建了这座桥 它是由大块的方砖建成的 一共是24个孔 全长150米 那么1947年解放石家庄战役的时候 它作为核心攻势 成为刘英的军事指挥部 并且有地下通道通往正泰饭店 位于石家庄解放纪念碑附近的大石桥和正泰饭店 是国民党第三军三十二师的核心攻势 彼此之间通过一个秘密通道互相运送物资 沟通联系 它有一个秘密通道就在这儿 这是当时通往正泰饭店的地下通道 当时国民党他们的那个官兵通往那个正泰饭店 通打正泰饭店的时候 就是官兵们输送的通道 1947年11月11日晚上 仗打得越来越激烈 警察纪野战军四众的一支部队 化妆成刘英的部队 在地下党的带领下 偷偷地潜入到了大石桥刘英的尸部 地下党员 他是给三十二师参谋长开车的司机 那么我们部队解放军过来以后 他只认出了刘英是谁 这样我们解放军就顺利地进入了刘英的指挥所 就大石桥的桥洞里头 然后活捉了刘英 这就是当年三十二师师长刘英的指挥部 刘英当时被活捉 也是在这个桥洞里被活捉的 他当时是从床底下被我解放军战士发现 并带出来的 由于刘英的活捉 所以使我们加速了解放战役的生意 刘英被俘后 向守城的国民党士兵发出停战命令 随后 石家庄城内的各支国民党部队 陆续停止了抵抗 只剩下正太饭店的国民党士兵还在坚守 这就是正太饭店 正太饭店是1907年 法国人建造的 这里边有不少故事 像简介石 孙中山都在这里开过会 正太饭店作为核心公事的最后一个据点 当年先解放的大石桥核心公事 这儿固扎了国民党军 他没有投降 他举着白旗大响 后来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之下 把他拿下来 所以在这里插上了五星红旗 就标志着石家庄 全部解放 这是最后一个必定 11月12日 随着正太饭店被禁察纪野战军第四纵队攻克 石家庄全程彻底解放 石家庄的解放是禁察纪和金居鲁域 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 一个大区域的一个解放区 为之后的解放战争 提供了物理 人力 财力的保障 可以说是一个大后方 石家庄战役结束后 石家庄的战略屏障地位日益凸显出来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 1948年5月26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从延安迁到石家庄附近的西百坡 与早已在西百坡驻扎的中央工委成功会合 并在随后的日子里 指挥了辽沈 淮海 贫金三大战役 直到1949年3月23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才离开西百坡 进驻北平 石家庄战役结束后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哀叹道 这是我们重要都市第一次的失陷 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损失 1947年11月30号 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被动之危境 12号 石家庄陷落之后 北方之明星士气完全动摇 与此相反 石家庄战役是共产党军队士气大震 其工程经验被用于之后的济南战役 并取得胜利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接下来为您播出 华润凤凰焦点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